我们分三个层次来讲 第一个就是他对于传递的讯息 是一个公众性的羞辱 羞辱这位黎智英这位民主的人士 那么第二个是证实了这个 港版国安法 就是对付异议者的一个压制的工具而已 第三个中共在挑战全世界 在挑战国际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看到这个五花大榜 其实就是我们看到 想到中国的司法 那么就是一个公开性的像展示 而且像是这种江洋大道 或是恐怖分子的情形 可是我们看说黎智英做了什么 黎智英其实只是说 他有不断的敢言批评中国及香港政府 并且呢其他都是 其实这样讲起来 这都是起诉书讲的 其实这样讲起来是非常的 让你觉得说他到底做了什么 他倒是一个江洋大道嘛 第一个他出钱 赞助了这个民主派人士的广告 另外呢他游说美国 他去参加了彭斯的演讲 游说着美国议员 然后去针对香港呢 去制定一个保护人权的法案 并且呢主张说要对香港的官员制裁 然后呢他还非常的感言 比如说呢追踪了 蓬佩奥的推特 追踪了蔡英文的推特 他推文也标注了川普 好这些是江洋大道的行为吗 需要五花大榜吗 没有嘛 我们这就跟中国的司法 跟西方的司法很不一样的是说 在西方的法治的体系中间 被害人或是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也有人权 他你不可以用羞辱的方式来对待他 他还没有被证实 没有被定罪 他应该被假定为 推定为无罪的 但是你现在却以 加拿大道的这个模式 去羞辱他 那他是一个羞辱性的 也告诉我们说 中国的司法跟西方的司法 是非常不一样的 在底下呢 中国的司法底下 其实是没有人权的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对于异议者 黎世荆刚刚所做的事情 不过就是说 他批评了政府 那为什么可以说是 勾结境外势力 颠覆国家呢 危害国家安全呢 他并不是一个恐怖分子 在通常我们对这个罪的理解 是比如说 你要武装叛乱 你要取得外国政府的资助 比如说武器的 提供人员的训练 或是提供军事上的协助 然后要去推翻这个国家 那么通常这种人 就是说外患罪 那么在国安法下 叫做勾结外国罪 可是黎世荆完全没有使用武力 他只是用他的意见 接受媒体的访问 跟其他人论时政 这些对于中共政权 有什么侵害 中共政权有这么脆弱 是连一点批评的声音 都不能够容许吗 他所以在他外表的 这个强势之下 其实他掩盖的是 极度没有信心 而且极度脆弱的中国政权 所以才能言语俊法去 把这个所有的 普通意见的人 通通都抓起来 通通都施以重刑 并且在威吓所有人 你看看说 如果追踪蔡英文的推特 就会构成犯罪的话 有多少人是 追踪蔡英文的推特 有多少人是 转推了庞佩欧 或是川普的这个推文的 所以这是在警告我们说 你不要以为 你不是香港人 或是你在其他国家 我就不能对你下手 他在警告说 你只要敢批评我 我是可以对你下手 这是第二个层次 而且国安法的这个 还无限管道宇宙 所有的关系 第三个层次 还在挑战国际 当然我们看到美国 可能会有换政府的情形 所以对拜登政府 是一个威胁 就是说 我看看你 是不是能够 继续对香港 用香港来对我 做强制的 比如说制裁我的官员 或是在这件事上 对于我会有言辞批评 我们看到拜登政府 其实有待考验 因为他的任命的国安顾问 其实好不容易 不情愿的才出言说 我们支持香港 这是这个第一步 但是其实他在 对于每一个国家 都是一个威胁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了一个论述 他说每一个国家 都有国安法 所以我做的事情 有什么不对 问题是我们刚刚比对了 每一个国家的国安法 其实是一个例外状态 也就是说国家受到存续 受到外国武力威胁 或是受到内部有人 谋反的情况 我们才会用紧急的权力 可是对于香港的情况 是把紧急权力常态化了 因此所有的人 只要跟我有不同意见的 我通通都把你当作是叛国贼 当作是这个 勾结外国的这个叛乱犯 来处理 那么因此他在 是说我的法治就是这样子 对于我来说 我的国家就是至上的 我的国家是连批评都不容许的 它是对于整个全国国际人权 还有全国国际秩序的 一个标准的一个挑战 因此我们必须要说 我们要对于这些事情 要有非常清楚的了解 是说中国其实在做这些事的背后 它真正的心态 是在掩盖它的软弱 并且它真正的心态 更加凸显了 它的法治跟它的政权本质 是跟其他国家 是完全不一样的 哈喽各位观众 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按赞 并且订阅我们新闻大破解的频道 并且要记得 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下去之后 会定期的接收到 我们最新节目的通知 那么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话 也欢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言来和我们交换意见 新闻大破解的节目 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9点半会定期更新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